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万家灯火 我是国翠 我们还是先请出我们今天的专家 刁文昌老师 欢迎您刁老师 你好 大家好 今天刁老师啊 还是要跟我们介绍两条经络 但是这两条经络的身份特别的特殊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还是请刁老师给我们介绍 今天说这个经络之前 我先说一个穴位 它就是捞宫穴 捞宫穴 是保卫心脏的一个大穴 它在手心 在手心 保护心脏的 对 老师您要说的是不是心经啊 但是心经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 它不是在小拇指吗 是 那这个在手心又是保护心脏的 这个是什么经络呀 你猜能猜得出来吗 猜不出来 那我告诉你啊 心包经 心包经 这个心包经它是什么经 它跟这个心经有什么关系呢 在中语里心包经啊 是扶住心脏的一个经脉 它没有独立的脏器 但是它是保护心脏的 古人广它叫做相火 就是宰相 新主君明它就是宰相 就这个意思 它是扶住心脏的这么一个经络 那这个心包经它跟心经有什么区别啊 这心经不也是保护心脏吗 不是一样 心经啊 是心主神明 它主血压 主这个 情绪 主这个七情六欲 但是呢 心包不是 心包是主管心脏 心脏的 比如说 这个 心脏有病啊 这个 包括冠心病在内 这都属于心包范围之内 一些 等于说一些 心脏的一些病症 都会归这个心包经管 对 好 那还是挺重要的 咱们来看看它的寻心路线好不好 好 老师您跟我们介绍一下 是怎么走的 心包经是从脏到手 它起于这个胸 起于心脏的 它又呢 下落三胶 上胶 中胶 下胶 然后呢 再从这个 腋下 就是 移植 到这个手臂的 那正中间 最后到手心捞弓穴 最后到中脂 中充穴 这个 整个是心包经 那老师 哪些疾病跟这个心包经有关 刚刚您说了 这一些心脏病 比如惯心病啊 心脚痛啊 是不是都会这个 这个心包经啊 心包经我刚才我说了 中医把它比作像宰相之官 心包嘛 宰相之官 它是保护心脏的 那么说 心脏有了问题 都得找宰相 皇上也是不管的 心脏有什么问题都得找它 都得找它 所以说 尸子症在临床治疗上 应该分清楚 这个血压的高低 是心脏管 那个精神的状态 又是心脏管 真正心脏 有了尸子的病 那就得找心包 它属于心包的范围 老师 比如说哪些病症 我们应该 找这个心包经呢 惯心病 惯心病 心脚痛 胸闷气短 心肌梗 这都得找它 都得找心包经 还有胃病 胃痛也找 因为胃跟心挨得很近 而且是心包的表里 心标的表是三角经 三角经有上交 中交 下交 所以说 连下交它都管 何况胃呢 胃正好是中交 还有小肚子下交呢 所以这三交它都管 是 特别像是很多中老年朋友 其实我们都应该 很好地保护我们的心脏 如果心脏 一旦出现问题 那这个基本都不是小问题 很严重 心脏 比如说在 我们不想让它生病 生病之前 它有没有一些预警的信号 比如说心脏不是很好 它会从其他的部分 反映出来吗 老师 是能反映出来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心脏不好的预警信号 都有哪些 好 第一个是最醒目的 就是胸痛压迫 犹如大象踩胸口 这就是胸门气短 心刺痛 心刺痛 这就是这个症状 心脚痛的前期症状 心脊梗的前期症状 所以有这种的时候 还是要小心了 是预警了 确实非常重要了 是 最典型的 对 心脊胸闷 心里像揣个小兔子 是 心肌跳动的不停 心慌的不行 跳动的还很快 最紧迫就是呼吸困难 大口喘气的 拼死感 哇 呼吸困难 憋得喘不过气来 脸红脖子粗 上不来气 是 这是心肌供血不足 好 我们再来看看 这个最隐蔽的 水肿打寒 下肢浮肿打呼噜 这个打呼噜 好像很多人都有 是 这个也是一些预警信号 也是预警信号 下肢打呼噜 一本身是 由于脑供血不足 心肌供血不足 导致的 引起 所以这个打呼噜 也不如小肢 下肢浮肿也是 下肢浮肿 有的人 比如说 白天走了一天路 到晚上一定浮肿 那这个浮肿 它是不是预警信号 也是 也是啊 因为这个 心肤经跟三胶经 相表理 三胶经等于水利部长 反射有肿的这份 都是三胶经管 所以说这个下肢浮肿 我们也要提高警惕了 对对对 它们是相表理的 我们再来看看 最迷惑的 厌食口苦 手麻牙疼 肠相伴 这种症状也有 但是这个是 有时候 有时几个病 坚有 不光是心脏的 独立的疾病 不光是心脏疼 比如说它也分 比如说单纯的牙病 或者是心脏引起的 对不对 是是是 好 最拖延的 就是疲劳头昏 反复发作不知情 其实这个确实 很多人 疲劳头昏都很常见 有的时候 可能比较容易忽视 忽略掉 因为这个 拖延的病 不可小许 这个 头晕 尤其是头晕 心肌一切血 头丢头就晕 所以说 也是一种信号 是 那么这些心脏不好的 预警信号 我们都不能够忽视掉 我们平时在 这个生活当中 应该如何来保健 我们的这个心脏呢 保护它 是不是我们就要 从心包经来入手了 对 从心包经的一个 穴位入手 穴位 是哪个穴位 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第一个是内观穴 内观 对 它在什么位置 内观是在这个 你看这心包线图 刚才说了 从脏到手 而且走的是正中间 我还 那你说吧 可以 好吧 伸开手 从脏到手 从腋下过来 这么过来 看着 到中指尖 中指端 内观在哪里 就在这里 在这个横纹上二寸 最中间的位置 最中间的位置 还有一个 细门 细门 对 这上二寸 这再上三寸 在这个地方 细门穴 这两个都是心经的大穴 细门穴是心脏病 紧急救治的时候 用细门 内观 就差点近了 但是平时的心脏病 和胃病 胃疼 心脏疼 心脚痛 都要用内观 那我们平时保健 是不是就按这内观 就这个细门 和内观柔就行 劳工在手上 正中间 这个劳工怎么取血呢 握拳 握拳中指的指尖 就是劳工血 而这个位置 相当于第二指 第三指的手心中间 大家试试 握拳 中指是血 不是在这个 长骨的骨头上 而是中指 这个 中指 这个长骨的 内侧 要靠大指这一侧 二指 三指之间 这是劳工血 内观血 从万亨丸正中间 往上二寸 再往上三寸 一共往上五寸 这西门血 都是在中间的这一条 都是在中间 都是在中间 因为它都是心包井 心包井的路线 都是在中间 如果不是中间 就不是心包井 再一个 我们关键用这个血的时候 如果 赶上这个时间 那就是天助我 如果十九点到二十一点 你这时候给它治疗 这时候给它保健 那效果不一样 数倍的效果 因为是气血 正在旺的时候 你在这时候治疗 保健 都能是事半功倍的效果 老师 刚刚我们讲了 这个心包井 你也提到了一下 说是这个心包井 跟另外一个 叫三胶经相表理 是吧 三胶经是什么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 三胶经啊 也是这个脏器没有 跟心包井一样 都是虚质 但是虚质 它管什么呢 管水粒 在古代 那个专家 中医间专家们讲 三胶经就相当于水利不长 整个风潮雨顺也好 干旱也好 都有它管 所以它同管着圈身的水 但是三胶 有分成上胶 中胶 下胶 都以下为下胶 而中间那个为胸胶 往上胶 胸以上为上胶 不管你是哪一胶 都属于三胶来统治 它是等于说 整个身体的范围 它全管制 这是三胶经的功能 我们来看看三胶经 它的这个群形的路线图 老师您介绍一下 从哪开始的 三胶经它是阳经 从头到手 起点是哪里 起点是眼睛的外角 通子疗 然后呢 一直到了我们的第四个手指头 对外侧 靠近小指这一侧 第四个手指 靠近小指的这个地方 叫关冲穴 它走的是手背 也就是说 跟心胞经正好是对着的 心胞经是前面 三胶经是后边 比如内观 还有外观 内观是心胞经 这个外观就是三胶经 老师三胶经 它主要是管什么 如果三胶经 要是不通畅了 它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它能管这个水利 还能管耳朵 还能管眼睛 还能管肩膀 我听说这个好像三胶 对这个糖尿病人 也特别关键是吧 糖尿病跟几个经脉都有关系 但是糖尿病 确实跟三胶经也有关系 三胶经调整的是水利 而且尤其是在中胶 中胶这一段 是三胶经统治 那么说糖尿病 你不管是血糖高 还是血糖低 那都跟三胶经调节 有一定的关系 三胶经最主要的 还有一点 它是调整免疫功能的 增强免疫力 对增强免疫力 尤其是抵抗力很低的 尤其是免疫力低下的 大病和出狱的 这个都离不开三胶经 好 三胶经它的运行时间 是在21点到23点 老师刚刚讲了 三胶经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力 这个我们普通人 其实多保健一下 一定是非常好的 对 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三胶经的一些穴位 可以 三胶经的穴位 有几个很重要的穴位 第一个穴位 就是上胶的一风 一风穴 它的位置在耳后头 耳朵后头 耳后头这个窝 大家摸摸耳后头有个窝 这个窝就能 一个手指头能捅进去 跟手指头那么大吧 摸到了吧 摸到了 这叫一风穴 老师这个管什么的呀 这个对治疗感冒 对耳鸣 效果非常好 老师这个压起来 感觉好像有点流口水 是是 是这感觉吗 是是 而且非常酸痛 对 酸酸的 这个一风穴 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第一是三胶经 上胶 有点灯 有点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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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